大家好,今天就說一件有趣的事情 應該在廣東話的頻道應該沒什麼人說過的 我都很有信心 這個題目就叫做中車心 中車心怎麼寫呢?我寫給你看 中就是中的東西就是中直的意思 車就是車輪的車 在工程上凡是可以轉的東西都會叫車的 這個概念就很鬆的 你拿著那個工具如果可以轉的都可以叫車 或者大型的工具可以轉的就叫車 所以一隻肉一隻機芯裡面的齒輪 如果是轉的都可以叫車的 有時候日本有說那些齒輪叫什麼翻車 其實這個概念用得很鬆的 就是轉的東西 其實就是revolution 車的意思 那心就是這個心 心就是這個心 心有一點點是怎麼說呢? 核心的意思 一些很小的東西叫心 那種車心 其實是什麼意義呢? 什麼叫做種車心呢? 不過說種車心之前呢 說一件搞笑的事情 我記得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就是有些老航專 都是這行的 都是標這行的 那就是吹水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有講開天花龍鳳也吹水 那他就講一下 就講中機芯 他就講中機芯 那其實我知道他想講中車芯 那他又想講中機芯 那他又講中機芯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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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 那 就 就得淡笑啦 其實這一行呢 就很多呢 就 就真的 就叫老海鮮 是真的什麼都不懂的 但是呢 就 就裝懂東西 那樣 就一個笑字 這個就 就是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就是很多人都講一些 不知道自己講什麼的東西 但是有講的 那 什麼叫做種車心呢? 很簡單 為什麼要種車心呢? 因為斷車心 斷車心 斷車心 那為什麼是斷車心呢? 其實呢 大部分都是一個情況而已 就是 那個平衡 那個平衡 那個平衡呢 中間呢 又不是有個洞嗎? 是銅來的嘛 那這個洞呢 就是用來 有一支鋼的東西 我們叫做 Balance Staff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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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Staff 這個Staff 是一支鋼來的 就即是車心 Staff 就即是車心 其實呢 那個形狀呢 就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很複雜 很多層級 那到最後呢 就是很幼的了 那這個 那這個呢 那這支東西呢 就是放在中間呢 去到搖的嘛 左右左右搖 那以前呢 就 很大情況出現呢 就是呢 因為以前呢 是 這個擺 是沒有避震裝置 那現在很多機心 根本都有個 會有個避震裝置的 這樣 那就好一點 這樣 但是都有機會 斷的 那以前呢 就是很久之前呢 這個沒有避震裝置呢 就就這樣 好像一個石眼 就好像 好像個 就是好像個 那個石眼 那如果呢 就真的 撞擊呢 就根本都是斷硬的了 那斷硬 斷了 那你那個擺就動不了 基本上就 也都是來了個位 那斷車心很簡單 就是說那個擺 撞 被人撞過的話 那那個擺 車心是類似是這樣的 也都很多層級了 就斷了這個位 這個位 這個位斷了 那整隻叫做壞 停了 那你拿到給師傅 那以前的問題呢 就是 正統的做法很簡單 這個位斷了 整支都是鋼 那就是換車心 換車心 換車心 就換了它 那怎樣換呢 就是 那你把那支斷了的車心 在一個 同的 平衡方法上 先移動 就是你先移動了一支 舊的出來 它斷了 假設都是斷一邊 很少斷兩邊 那就是說 這裡最右的部分沒有了 然後 它仍然有個擺輪的 你要移動了一支舊出來 然後你就裝一支新的進去 那 就 仍然可以玩 那就是很簡單 就是 原理就是換的 但是 麻煩一點就是 因為這個位置是吃死了的 其實是 就是靠一個很厲害的Fiction 吃住了 那才不會 鬆的嘛 那所以你有辦法 要打出來 然後呢 就 裝一支新的Balance Star 其實現在呢 基本上就不會這樣做了 斷車心 就整個擺換了它 那就是說 整個擺 連同車心 連同油絲擺都換的 基本上現在呢 是不會有人做這些的 但是 假設 我們零件是不夠的 你哪有這麼有空 斷一個車心 你只是斷一部分 就整個擺換了它 即是你資源極好 就當然可以換 但是 你想一下 以前 可能真的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哪有這麼多資源 給你換全擺 全擺 全擺 這樣 就 沒有的 那其實理論上 哪個部件斷 你便換那個部件 你便可以 打回舊的車心出來 斷了就沒什麼搞的 然後再裝一支新的車心 進去 那當然 厲害的師傅要學 懂得整車心 那又是怎樣 怎樣做呢 就是 你便找一支鋼 靠車床去車 夾著 夾著 鋼的件 然後你把刀走 那你車回 有幾級的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 去車回出來 那當然 這個是技巧非常高 就是 只懂得車心的師傅 就已經是找到吃的了 只是車車心 這樣 就是以前 斷車心多的話 那現在 機器做完 這些又不值錢 那你 說多一點 這個就 就是 機器始終是 取代人類 但是以前呢 你懂得整這門 懂得車車心的師傅 就已經是 可以是一個 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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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正路的辦法 就是 換車心 那為什麼會有 中車心 這件事 很簡單 因為它 沒有 沒有車心 沒有車心的意思就是 沒有零件買的 我為什麼要 不會無端端買一條車心去街上買 那你懂不懂車 那你當然是不懂車 你以為車車心這麼容易嗎 這麼簡單 你都沒有 那首先 你有個轉床 有個轉動 並且 你有這樣的技巧去轉動 因為差一點 都是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基本上就 那 OK 不知道誰 就發明了一件事 叫做中車心 但是呢 其實我問過很多人 都是 就是 聽過 但是 基本上 沒有看過 基本上呢 法國人都是說 不是很可以的 因為都不是一些 很 正確的東西來的 為什麼會可以 中回車心 那 那個原理呢 什麼叫中回 但是我明白它說什麼 很簡單 我等我畫一條 平衡部份出來 那平衡部份 我簡化 是這樣 OK 那這裡 就斷了 我們 即是斷了一點 那 中車心的意思 就是說 駁牆它 即是好像中牙 中牙 那這裡 沒有了 沒有了一塊 斷走了 然後 然後 你就找回 一枝鋼的東西 你看看 用針頭 你也磨 然後 你用這個辦法 去 調整一下 變回 一枝 長度的 一枝鋼的針頭 但是很柔 那些車衣 真的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中牙的中 就中回去 那就是說 原理就是 你要 這裡有少少少 正如的鋼 然後 你要找一個 外來的 你自己預備的 就將 跟它 連接 問題是這樣 但是 用你的方法 你看看 螺絲也好 正方形也好 塞下去 令到 都是這麼長 令到可以放回到石眼 那個擺 是仍然扯到的 那這個就叫做 中車心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 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 中生機啊 那些這樣的技巧 這些就是 就是中車心 那你說 行不行呢 其實基本上就不太行 走到 看看你用什麼標準 真的會走走到 因為走 走到 走得好 其實呢 那個差距是可以很大的 就是走到 走得漂亮 走得好 根本真是 十分去到一百分 中間呢 可能有九十分的差距 應該是有人試過走到的 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說 走得漂亮不漂亮 就 我想真是不太行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來了 喂 其實正路呢 就 不需要中一些東西下去 你換了那件東西就可以了 整支換了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中呢 那就是 這個問題來咯 那 就是如果你是 能夠 車到一支車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 中下去呢 是比換一支更難 就是如果你懂得換 就是你practice到 能夠 轉一支 新的Balance Staff的技巧呢 那其實應該是 換車心 是比重車心更容易 因為重車心 你是把 即是兩件 原本是很不同的鋼 能夠 擺在一起 其實是應該是 將這件事搞得複雜做的 對不對 那也是一個 不是那麼合理的做法 就是明明那件 明明那支東西是斷了的 譬如好像時針 好像分針一樣 斷了 一支斷了分針 你換了分針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不是 我不喜歡換 我喜歡駁回它 這樣就有趣了 那回來 中車心 就不是中機心 亦都不是中生機